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运会结束后 两人将会与时间赛逃 在只剩下不到48小时调整时间内 无论是从体能上还是意志力上 对于两位中国姑娘 都是相当严峻的挑战 希望他们把亚运会的状态带到大满挂比赛中 拿到好名字 在网球亚运会历史上 只有攀兵曾在1990年 北京亚运会和1994年 黄岛亚运会上两度产连男单网球冠军 而此战王强若能成功未免 也将成为亚运会记录上 首位女子网球单打蝉连冠军 而张帅则也需要一块金牌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 有个纪念意义的里程碑 对于结果 长边的教练组都保持淡定 毕竟无论谁胜都 将升起的是五星国旗 仅至张帅受伤系影响 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 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 多次回球失误 被王强迫发 此后 两人对勾 张帅急于打开局面 却又没有掌握好力度 上来王强就以3比0领先张帅 王强的发球直上 张帅和王强继续展开对攻 张帅首先打开局面 王强接下来双发失误 王强和张帅打对角 直接下网 张帅扳回一局 在直点上 张帅发球为力下的接发球为力 送给王强一分 接下来又再一次双五 再送一分 张帅继续发球 此时心态也许受惊影响 再次出网 终于最后球发出来 张帅白手一个回拉进攻 球出键 第一局比赛结束 大比分1比0领先 王强以6-3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上来张帅就有点身体不适 在场边接受紧急处理 回来的时候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上来两人各保住自己的两个发球区 局分保持在二到二平 此后王强越打越勇 连续破掉张帅的两个发球区 局点上 张帅抽射底脚被王强接住 张帅再次打向左路 可惜又下王 一发上张帅再次发球出键 再点上 张帅发球 再次左右回拉 还是同一个地方 再次下王 王强以6比2的比分拿下第二局 王强女总比分2比0 产年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牌 也成为亚运会历史上 首个打死成就的女运动员 祝贺王强获得李承威依依的金牌 也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 等美网公开在上表现更加神勇